嘿 大家好 我是鮮品牌的一個小孩 英夢或英夢 那今天來看一下台版這一位的六星 六星千歌喔 那先來看一下上了六星之後改動的地方 原本的UB是全體回血然後召喚一個小精靈 那在上了六星之後呢 會增加追加我方 物攻 物爆箱 還有一個持續跳回血的效果 那六星千歌的這個UB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改動 是小精靈本身的坦度啦 那原本的小精靈呢 就是原版千歌 跟這個聖誕千歌召喚出來的小精靈都軟軟的嘛 被BOSS打一兩下就會直接死掉 但是六星之後的千歌這個小精靈的坦度是還蠻高的 即使在四五階段還是可以稍微站一下子 不會一下子就倒掉這樣子 所以在稍微扛一些什麼東西上面呢 也會有一點點的奇效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 千歌這個角色可能很多人不太記得他的技能是什麼 簡單來講他的小招呢 就是有兩招 一個是範圍加物攻 然後一個是單體的物理破防 可是兩招的數值都稍微有一點微妙 那這個也導致千歌整隻角色的強度稍微有一點微妙 在小招的強度有一點不太夠這一點上 好 那上六星之後呢 最主要最明顯的變化呢 當然就是小精靈變超硬嘛 所以呢 我自己會認為說 小精靈如果可以扛到什麼東西的話 那六星千歌這個角色他就有可能有一個沒有人可以取代的這個出場位置 或者是說他有可能就會有一個非常好搭配的打法 就例如說假設啦 假設你物理刀其他的打法要用秋奶坦之類的 那你另外一刀沒有秋奶了嘛 秋奶用掉了 如果你要出兩刀物理的話 搞不好六星千歌的這個小精靈可以稍微扛一下 然後導致說你就可以用狗拳坦了 之類的啦 所以這個是六星千歌的一個可能性 就在這個小精靈扛傷害的部分 那再來回血跟buff的能力啦 單看UB來說 綜合來說其實是不輸功可的啦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是在於說 他的這一個回血是這個單下大補之後呢 然後還會再有這個持續跳回血 然後小招呢也還有這一個部分 所以呢也算是還不錯啦 那小招跳回血跟這個單下大補 就功可的小招補血是單下大補嘛 所以最主要差一點在於說 單下大補可以比較快速的 把血量比較低的角色救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那一種 你持續跳回血還沒有補起來 然後就死掉的狀況 但是呢持續跳回血的優勢 就是在於說 假設今天的血量還沒有到很低 就角色的血量還是趨近於滿的 你單下大補下去之後就會異補嘛 那你異補之後 如果又受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傷害的話呢 那要等到下一次單補 就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但是持續跳回血的話呢 就在這種情況下 就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單下大補跟這個 持續跳回血的HOT 到底哪一個是比較好的 就是要看狀況而定啦 要看你的陣容 然後要看打什麼BOSS這樣子 然後看整個BOSS的技能循環 然後跟你角色的技能循環 的一個搭配 所以呢 每一期每一隻王 用單下大補會比較好 還是用這個HOT 持續回血會比較好 這一點當然都是看 side game 然後因為最主要的點 還是在於說 BOSS的技能循環 跟角色的技能循環之間的搭配 其實這個也是我覺得 公主連結聯盟在一個正男平衡的地方 還是在技能循環的這個搭配上面 好那再來呢 六星千歌這個角色 在日版的實戰表現呢 我有看過就是大概兩三次吧 是有一個還算不錯的出場機會 那我這邊講的還算不錯呢 就是 不一定是傷害最高那樣子 就是我覺得說 這一刀的傷害它是OK的 或者是說 這一刀跟其他刀有一個 比較好的搭配 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子嘛 你有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然後可以去出兩刀 物理刀在同一隻王這個樣子 所以 是偶爾有看到的啦 那除了這個偶爾以外呢 大部分的時間就 不怎麼樣 在完整刀 比較少看到有出場 然後在補償刀呢 偶爾會看到有出場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啦 因為補償刀有的時候 假設我補償刀打個 三十幾秒好了 那三十幾秒 很容易會遇到那種 尤其是四五階段啦 就遇到那種 前面的角色扛不住的情況 其實還蠻容易遇到的 因為四五階段 現在的這個版本 BOSS都打還蠻痛的 所以假設說我有放 有裝咲戀 然後加六星千歌的話 再打這個 可能三十幾秒的補償刀 然後六星千歌的小精靈 可以稍微扛一下 然後呢 我就可以去放其他 雞塔什麼之類的 傷害更高的 這個前衛物理角色 然後來去造成一波的傷害 這個樣子 所以 這一個角色在補償刀的表現 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是一個認真面對四五階段補償刀 讓你會稍微自己去特別測試一下 有怎樣的陣容可以使用的話 六星千歌這一個角色 整體上來說還算是蠻不錯的啦 那再來還有一個點是在於 台版五月的部分 因為台版的抽池六星跟專武是提前一個月的嘛 所以呢 日版的這一個月 就是五月的這一月 是沒有六星千歌的這一隻六星的 所以呢 在這一個月會不會有一些台版專屬刀 就是像這個三王好了 這個月三王打一個那個花嘛 那花它會暈眩前兩位嘛 那如果說欸 這個暈眩前兩位我可以用千歌的小精靈稍微扛一下 然後會不會有什麼奇效 會不會可以讓傷害更高 那這一點就是需要再做測試的啦 因為千歌的這一個角色放上來 最主要還是會說 它會佔用到其他後衛的輔助角色的空間啦 就我剛剛有提到說 它跟攻殼比雖然BUFF沒有輸太多 但是比起一些更強勢更常使用的後衛BUFF的話 還是稍微輸一點啦 所以六星千歌整體上來說 我會覺得它算是一個 你會有生存能力的問題 才會考慮使用的一個角色啦 就是在這個地方我放狗拳 吉塔這種比較強勢的物理輸出會倒 然後放六星千歌之後就不會倒的 這樣子的情況 才是它最主要的一個出場的場合 那如果說沒有生存能力的問題的話呢 其他的這個BUFF類型的角色 可能就會有一個更好的表現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在這個提升六星千歌的農甲的建議上面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接近滿等 就是已經滿等 然後練度呢 稍微比較齊全一點 比較常用的六星 你也都弄了差不多的人的話呢 那五月其實可以趕快農起來啦 主要的點就是在於說 第一個是 五月不知道會不會有台版專屬的刀 那如果會有的話就會賺到這樣子 再來第二點就是說 在四五階段 如果說你會稍微處理一下補強刀的話呢 那五月馬上就可以用了嘛 因為補強刀你是一定要打的 那四五階段的BOSS 打前面幾隻角色非常痛 這一點也是不便的嘛 所以補強刀是一定可以拍上用場的啦 看你的陣容怎麼搭配而已 那如果說你不是這樣子的玩家的話呢 就是說你現在練度還差滿多的 甚至於說都還沒有滿等的話 那六星千顆這個角色我覺得就不急啦 就可以慢慢農啦 還有更多其他更重要的六星角色 那還有另外一個點需要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新手的玩家 你可能70等啊 100等 這一種比較低一點的等級的話呢 像這種六星角色啊 就是比較新的六星角色 最近這幾個月的這一種啊 他的這個解放關卡的難度 通常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個也很好理解嘛 因為比較以前的這個六星關卡是比較以前的練度嘛 那如果說是比較新的的話呢 他會比較接近現在的練度的強度 所以像這樣子比較新的六星角色的六星關卡 其實是會比較強的啦 像六星吉塔其實也沒有開非常的久嘛 就是開幾個月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像這個六星吉塔的難度就會還滿高的 那這個是一個點啦 那再來還有另外一個點是說 輔助類型角色的六星解放關卡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輸出類型角色的解放關卡會比較難一點 像例如吉塔啊 像例如六星爆弓這一種 坦克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他們的單體傷害真的是還滿高的 然後像六星淨華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你的坦克很可能會扛不住 如果你的練度不夠的話 那輔助類型的角色或是坦類型的角色的六星關卡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一個練度比較低的新手 然後你想要說 先去提升一些六星的話呢 輔助類型的角色可以優先考慮啦 像真步啊 像酒鬼啊 這一種 輔助角色或是坦克類型的角色 你弄起來 再打露娜塔 然後再打這個其他的VH關卡上面呢 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簡單跟大家提了一下 這些六星角色 然後還有這個六星千歌 他整體的戰力 還有我個人的建議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更了解 這一隻角色 他在什麼地方可以派上用場 然後呢 針對他 針對這些建議 然後決定自己要重製還是不重製 還是之後再農什麼之類的好不好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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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